留言和私信里面很多人让我讲讲史量喷口 那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史量和标量事实上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 史量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 比如说速度还有力 而标量是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量 比如说质量和体积 前面我有一个关于窝喷漆的视频 里面讲了普通的喷管可以通过调节它的直径来调节排气速率 而史量喷管不仅可以调节喷口直径 它还可以调节喷口的方向 所以它不仅可以调节排气速率 还可以调节排气的方向 有些只能上下摆动的叫做二元史量喷管 比如说美国的F119发动机用的就是这种喷管 有一些可以全方位摆动的叫做轴对称史量喷管 比如说俄罗斯的阿勒31RF使用的就是这种喷管 那为什么要摆动它呢 是为了产生更大的操纵力矩 一般来说啊 飞机依靠气动多面偏转产生操纵力矩 改变飞机的姿态 但是有些时候啊 这个力矩不够用 比如说失速的时候 这时候气动多面就没有用了 而这时候如果有矢量喷管的话 就可以通过改变喷口的方向 而让推力直接产生控制力 飞机就可控啊 所以装有矢量喷管的飞机 通常可以在失速的情况下 做可控的机动动作 这些机动动作就叫做过失速机动 去年珠海航展上的坚实臂气的吧 是不是很惊艳啊 这种能改变方向的喷管啊 事实上早就使用在了火箭上面了 因为火箭不方便安装气动多面 所以说很多火箭都是通过改变喷口的方向来进行控制的 不过火箭上这种喷管的名字就朴实多了 叫做摆动喷管 点赞加关注就可以下课了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